內閣理改組的消息 每天都有新進度在媒體上 但實際進度上怎麼樣 其實也沒有人知道 因為每一天的消息 還真的都不太一樣 看到的都是好多人在找新位置 這個卡位的鐘聲在任命運黨 太明顯了嗎 那麼所以今天就有媒體 在蔡總統一個公開場合裡 就有喊的來問 因為她不是說 隨便問到寶也沒有每天 過年才有 所以我就問她說 總統聽說顧立雄 要接國防部長 因為前一個問題不是這個 我們來先看看這段畫面 她前一個問題問的是另外一個問題 她連看都不看 她一聞到顧立雄的時候 她就有反應了 看看這段畫面 這個慢動作我幫大家解讀一下 前面在問陳建仁說她其實是沒有反應 連頭都沒有回 被問到顧立雄接國防部長 她就回頭顧立雄在後面 她就回頭看了一下顧立雄 這意思是什麼呢 是這一眼代表了永恆嗎 不知道顧立雄這位是誰 當然他是個萬利百代 什麼都可以萬能的功能 當時他是司改會 幫是幫蔡總統把司法改革 稱他想要的樣子 或者是當立委也可以不當黨產 把蔡英文總統看不順你的黨產 追殺到底 數據既往哪有在怕 或者是金管會 國安會 國安很重要 需要交給他 現在什麼最重要 是國防最重要 是不是交給顧立雄了嗎 因為兩岸軍事對立 所以軍人現在反而對文人部長 是有疑慮的 你懂不懂 你有沒有辦法對於國防事務 來真正的去專業的去改革 或者是做真的深入的去掌握 顧立雄是才12月15號才剛剛講的 這種戰狼式的說法說 惡靈居一直想併吞 唯一的避戰方法就是守好門戶 加強保全 這才是上策 那麼現在這樣的一位 一百代的官員 他現在要用到國防部去 是真的有可能嗎 來看看一個最新的民調 這個是對於兩岸關鍵性問題的看法 來自於愛普羅的民調 現在的民眾我們台灣人怎麼看 你怎麼看 第五強大家是要和平的 所以但是第一個 親美保台同意的 親美來保台同意的 只有29.0 29% 不同意的高達6成2 因為大家可能不相信 親美就會保台對不對 然後美國用台灣制衡中國 這件事情 五成七的民眾都同意 大家都是common sense 美國就是用台灣來制衡中國 做對抗的 所以當軍事活動 在中共這邊的活動越來越多 不斷的經過 路過海峽中線 再也沒有所謂的底線的時候 美國國防部長卻不認為 代表即將清台 可是他們的兵推又說 2026要產勝 台灣變成一座 一座殘破的孤島 那麼這些概念告訴大家的是什麼 告訴大家說 在蔡英文總統最後這些任期 可能要拨角或要改內閣 換內閣的時候 國防還有跟美國老美怎麼樣 YES我會買軍購 我會怎麼軍事改革 這件事情 那是他最重要的一件事 顧力雄 我們先從顧力雄開始講 顧力雄本來是在去年的 大概12月中旬 一度傳出是要接隔魁 那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他的太太是部長的關係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在行政倫理上面 可能會有一些顧慮 所以可能不好讓他變成 畢竟太太變成他的部署 他要怎麼樣在這個院會裡面 這個要怎麼去避開 就該換掉不專業的 經濟部長就好 對 但是因為過去他們曾經是 一個是經濟部次長 一個是經管會主委 就是說曾經是 兩個人都是部會裡面的 次長或首長 那個比較是算平背 但是在當今天你是行政院 而且是一個是重要部會的首長 一個是院長 一個是部長的時候 那個狀況就不一樣 可是繞了一圈 現在說變國防部長 當然國防部長的人選 是由總統直接決定的 所以不需要 不管今天隔魁是誰 基本上是總統的職權 說了算 對 總統說了算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會有 這個叫無風不起浪 但是可能有人在放這個風聲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觀察下去 反正現在還不急 這個可能都要到農曆年前後 才會一併來處理 可是下面這個民調 這個民調 其實我看到 不只是這兩項 什麼青美寶台 什麼美國用台灣來制衡中國 這樣的一個概念 它裡面其實有一個很重要 他問台灣的民眾說 請問你覺得抗中寶台 跟核中寶台 這兩者 你覺得你比較支持哪一項 結果有過半數 大概五成多一點 那是反對 不支持抗中寶台的 支持的只有大概三成五 可是核中寶台 有大概將近五成 還沒有到五成大概四成八 是支持核中寶台 希望核台 對 然後不支持 大概是三成八左右 可是如果你問到說 抗中寶台和核中寶台 哪一個對台灣有利的時候 那就很懸殊了 核中寶台認為對台灣比較有利的 五成二 而抗中寶台只剩兩成五 這個我覺得某種程度 我相信賴清德他們都看到了 這樣的一個趨勢 所以他們不講抗中寶台 他們講和平寶台 不管是核中還是和平 就是基本上那個和平的調性 就是說不能要戰爭 不要對立的 這種態勢是已經變成一個 不分藍綠的主軸了 所以我覺得 在2024的這個戰場裡面 可以看到這個議題 一定會變成主軸 像比方說每日外長 防長2加2的會談裡面 就包括把沖繩基地搬遷 跟美軍整病 就告訴大家說 美日聯手把中國列為 最大的戰略挑戰 對於台灣也一樣很重要 那麼布林伯爾的作家 卻反而說 在中國問題上 美國國會跟自己為敵 為什麼 在經濟上他們需要中國 那麼如果沒有 跟中國妥善的合作 國內就會通膨 那麼貿易額各種素質 都告訴大家 當川普的各種關稅生效的時候 對於重要的亞洲鄰國來講 中國的貿易額是增長了七成一 制裁到的 會影響到反而是美國自己 但是美國現在在軍事上面 對台灣應用的 包括要賣給台灣的 火山布雷系統這些 會要求加強台灣的軍事能力 這一點 兵哥怎麼看 這整個看下來 顧力雄來接任的時候 是不是更代表的 一個必須要完全聽從 老美的這樣的氛圍 老講顧力雄 根本就是個軍事白痴 然後每次在那邊講一些話 你看他講那句話多好笑 他說如果惡靈居一直想避典 唯一必戰方法就是 騷擾門戶加強保全 這才是上策 然後你一直跟他做生意 你有病 你不是有病嗎 你不是告訴我要保守門戶 拒絕跟他接觸嗎 結果你每天在跟他做生意 天天從他那邊賺錢 你有病嗎 所以你還是國安會祕書長 你到底在講什麼 所以你可不可以解釋給我聽 你到底在幹嘛 所以這個人根本什麼也不懂 他只是蔡英文的愛將 只是因為蔡英文喜歡他而已 喜歡他們夫婦而已 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基本上在我看來 就是跟趙高差不多的緣務 基本上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現在台灣為什麼 你看如果是去年的話 你做這些民調 絕對不會是這個樣子 大家都會告訴你 我們就是要抗中反台灣 我們就是要討厭 尤其是反送中的時候 對 然後我們就是要上戰場 可是今年開始大家知道 真的要上戰場 看到烏克蘭 對 而且兵役要延長 然後美國的動作其實已經擺明了 就是告訴台灣 這樣很可能會發生 你們自己打 而且打就在你家打 是 而且美國現在已經 太制擺得超明顯 他為什麼要叫我們買布雷車 就是告訴我們 解放軍會打到你家門口 就是這樣子 會打到台灣的島上 然後還在那邊鬼扯說 這不是殺人地雷 說只針對坦克車 裝甲車不會針對人 那放你家 那放你家 這個說實也是很有意思 所以在鬼扯什麼東西 現在美國已經擺明了 就是你台灣不需要高科技先進武器 你要買什麼 要買最簡單 最實用 不容易壞 然後到時候 大家都會操作 然後可以衝上戰場 你知道什麼東西 最簡單 最實用 又方便 又不容易壞 刀 掃把 掃把也可以 就是這些東西 原始武器 石頭 就是這樣 美國叫你用這種東西 去打解放軍 所以我覺得美國現在擺明了 這個就是這樣子 就是他要塑造一種氛圍說什麼 你大陸如果敢來打台灣 台灣要跟你預稅 就跟你拼到最後一個人 看你敢不敢來 但是問題是 你日本當年說要舉國預稅 是日本人決定 日本軍方幫日本全國人民決定 現在是美國幫台灣人決定 要做這件事 這不是很荒唐嗎 台灣人的命運不能自己決定嗎 我真的拜託台灣民眾 好好想清楚 和平決定是我們大家的共識 誰想要戰爭 誰想要台灣變成一個 荒煙漫草的孤島呢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